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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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空气的文章叫做明镜与点栏目 中央档次两个桶不让它发 这些文章在里面都有这样子 包括这个毛主旅写的那个六级档次线 那做了一档的空气价格也划不出来 所以如果他们有没有 另外当然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包括这个 他们讲话 还有人民报道的讲话 现在也通常有档次的 比如说看到一些 他们的股票给的一万斤还能不能再多 类似这样的人民报道的讲话 看来也不像 我当然这个 我没有具体去查 但是我看到他们打赏 当人民报道的朋友在网上都不看到 我现在就想知道 一方面就是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去了解 有没有可能可能得到一些确认 另外一个事情 这也是跟你刚才讲的很相关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关于一线和二线 这个 大家可能好多人都知道 但是那个时间 这个是比较 比较调务的事情 因为我这条条约大概从五三年开始就有一线和二线的时间 然后基本上从五六年就发它以后 基本上就一线和二线大概就比较明确了 但现在很多人有说这个一线和二线在六年以后 才 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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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具体 所以这方面 我相信你可能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议题的说法 我大概就是有什么问题 关于前面一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刘邓这些人 他当官跟毛主席的当官是不一样的 毛主席当官的时候 他在上面 他是很注意 哪怕跟官场的整个作对 他也愿意来曲面纠正一些不好的东西 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上 那么刘邓顺着这些人当官 这种情样非常明显 其实斯大林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说整个官场有一种很强烈的软望 那个斯大林就从上面去满足这些软望 这既有右派的学者的观点 也有左派学者的看法 变成发过的那个贝特兰 他就是一个在西方应该是一个毛派的那个经济学家 他就说这个斯大林表述很多观点 不是斯大林自己的 而是因为得到斯大林的表述以后才更加传媒 因为他这是整个官场的这种倾向 那么后来有一个从捷克叛逃到瑞士区来叫奥塔西克 他们也是这种观点 就是说他说那个收敛的 或者包括捷克这一国家当总书记的人 他最后就说他不能无视整个官场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软望 他一定顺着这个软望的 那么刘邓这些人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成人这些人 他是基本上就乖巧人 不会就是说跟官场那种很腐朽很堕落的那种趋势做斗争的 他会在某种程度营和他 刚才你说到的 比如说万金能不能多一点 大体上我把它理解成这个样子 营和官场的那种很腐朽很堕落的东西 包括反右 客套化 他们也迎合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异己要排去 把他打成右派 让他一家去无声 那么彭真也好 邓小平也好 刘少喜也好 都迎合这些东西 那么这是第一个 对于一二线这个问题 我这样看的 大概在53年的时候 毛老人家就已经有这个想法 如果不是出了高纲事件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一二线的划分 毛当时非常痛恨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然后那么到56年 这个就更明显了 到56年的时候 已经是做制度性的安排了 比如说设总书记 设好多个人 然后让刘少喜在前面做政治报告 再按照常规的话 应该是毛老人家做 他是那个党的主席 是吧 那么到58年以后 我个人的看法是 毛认为我们整个的建设整楼线已经定了 你们该批评的部分 我已经批评了 那么下面就制度化你们去执行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说毛已经准备 正式准备特区一线了 那么58年在蓝龄会议上通过的那个工作方法60条 其中有一条 就是最后一条说 我准备不担任国家主席 要求那个国际官员下面做些工作 免得叫做引起各种猜疑 就把这个东西说下去了 那么到59年的时候 这个人大就通过了这个程序 选举刘少奇当国家主席 那么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叫做毛基本上不管的事了 而且就在毛在台上的时候 毛的那个管法管事的方法 跟周总理 跟刘少奇 跟邓小平 跟彭真 他们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毛老人家 基本上就是说他只管最重大的那些政策和决策 而且他管的那个事 基本上是以事性质的 商场性质的 比方说农业40条纲要 照说这个事应该由邓子辉农村工作部的人 然后秘书班或者他的研讨班来完成这个东西 但是邓子辉这些人 对这些不感兴趣 毛后来批评了说春天的时候发一个春耕通知 秋天的时候发一个秋收通知 难道农民不知道种田吗 搞这些官养文章 毛要求他们就说去农民中间 发掘那些先进的那种经验 然后用农村工作部的国际网络往下推 告诉农民什么时候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什么是可以增产的 什么是那个 那么后来毛主席就是得了很多的那个先进经验 就编了那个怎样办农舍 合作社 后来正式发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编了这部书 是吧 那里面就很多那个先进经验 让农民怎么办学 农民怎么绿化 怎么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 都是一系列的先进经验 都推动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方法也是毛做的方法 然后毛为了把这个东西提前输入到国家省委书记里面 就搞这个起草过程中间 他也跟牛这些人不一样 关在门里找一些秀赛在那里起草 他也不一样 他把所有的书记 那些省委书记拉到一块 就逼迫你思考问题 逼迫你发言 逼迫你把进入这个问题领域里去 那么后来有一个美国学者 就是说管理学家叫卡茨 他就讲了这个管理里面有各种功能 那么首先一个概念功能 还有一个叫配置功能 还有一个叫技术功能 那么就是说在最底层的管理里面 技术功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辅导内直接的操作人 应该这样做 应该那样做 这样是科学 那样不对的 那么在中层呢 大量的是配置功能 就是说人力 物力 财力的调配 那么这一块 基本上刘少奇 邓小平 周总理 成人 他们就干这些事 给你多少投资 给你几个项目 给你几个工厂 不管物资给你分配多少 同配物资给你分配多少 他们就要干这些事 毛老人家这种做的事 主要是那个概念功能 比方说搞那个一画三杆 他提取这个口号 提取这种目标 但是具体怎么实施 那是底下的人搞的 我们知道毛提取那个一画三杆 他要求那个三大改造是15年左右的完成 是吧 结果我们在56年 经过那个 各级官僚那个执行环节那个攀比 迅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毛一看 反正好像也没有太多问题 是吧 也就认可了 那么后来在大业定的时候 这个东西也是毛的一个倡议 这明显是对整个官场的那个消极倾向来的 对吧 他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了以后 他大概认为已经差不多了 我可以全身而退了 所以就说第一步就是不当国家主席 然后就是管事就已经比较少了 那么此后就是说 包括世青的时候 毛也就是也介入的比较少 我们看到那个刘少奇讲话多 奇草文件多 具体指示很多 都是这样的 那么包括到文革初期 都是毛提出的一些概念性的方向性的东西 然后底下去实施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中期上看 毛后来的那种那个执政方式 跟今天我们的那些人不一样 就是提拔一个干部 谁可以当生活书记 谁可以不当打谁的 那个反谁的服务 这个事情毛其实关的很少 那么他真正管的是一些大的方向决策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三大决策 毛时代三个种头线 这确实都是毛老人家先提的 后来说毛个人专弹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 就是毛思考这些大问题 其他人都不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谈起来的时候 只有毛一个人有准备 他一个人讲 你们大家就听着 你本来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那哪有你说话的机会呢 你没有说话的机会 你只有听的嘛 你看那个 你提到那个十年恋战 就很清楚 这个基本上就是毛老人家在那讲课 大家当小学生在那听 因为其他的人都没有这种问题意识 也不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他没有发现出来 那么在这一问题上 在概念这个职能上 确实是毛始终是比较突出的 然后他总是收集我们社会的状况 官场的状况 然后把好的倾向不好的倾向拿出来 提倡这个反对闹员 那他做的事情很多 然后因为他做这些事 实际上他不在第一线的时候 在第一线的时候 他这个具体的配置功能 就是说考评下级 就是说分配那个人财物 这些事他做的也少 这些具体的事主要是总理 或者是那个成人呢 他们做的多 像分钱分物质 这主要是国务院做的多 那么提罢说不提罢说 那可能少奇这些人干的比较多 然后转文件 转这个文件 转那个文件 可能是小平这些人干的多 那中央办公厅 那书记处当时就相当于 今天的中央办公厅 基本上就干这些事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即使毛在第一线的时候 他具体事还是做的少 但是那个整体的倾向 我相信毛同志也是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做 然后毛在文革的时候 有个反思说 以前叫做对人家很相信 实际上也不是很相信 因为他本身就不爱管这一事 就是那些人在管 这些人管的时候 那种负面的东西突出 还不够突出 我觉得那个官场最负面的 很堕落的 很腐朽的这些东西 确实是在58年暴露的很充分 我非常不同意用58年的 那种狗咬人的那种新闻 来解脱那个时代 但是我非常同意 用这个东西来衡量 官场的腐败程度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从这个整个来看 我觉得就是毛开始管事 具体事就不多 那么在58年以后 他大概认为大事已定 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后来他没有发现 问题更加严重了 那么这样才会 他对一线二线有个反思 那么到文革的时候 当然他最后出来 是周总理到前头指挥长 他在后台当总司令 那就最后就没有一二线了 就前过一个总司令部了 对吧 还是这个变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一二线的事情 可能没有说的那么重要 但是很明显 就是59年以后 毛老人家管事少很多了 这个明显 我是那个河南新疆的张凡 那个 我先自我介绍 就是我大概是04到05年的时候 经常上这个乌有的箱子网站 看了很多老田先生的文章 那个特别是那个 老田先生 关于精英平民二元论的那个 那个思想给我很大的启发 或者说启蒙吧 我就那个 这些年一直在思考 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点思想 就是那个精英平民论 就是这个 被很多人骂 我今天想提问的问题 是关于文革的两个问题 因为这个 对文革的评价呢 怎么评价都评议过 说他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或者说是这个世界民主形式的最高峰 这些他都当得起这个称呼 但是这个文革 我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 他还是在一个发展 还有很多的缺陷 就是有两个 我一直在想有两个问题 他没办法解决 一个是这个文革的推动力的问题 就是说发动了一次文革 再发动一次文革 还要再发动一次文革 谁来推动它 这个历史的现实就是 毛主席 逝世以后 这个文革就 不能再实现了 第二是文革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造反派造反成功之后 那我们就要讨论他 成功了 他成功之后 他会迅速的精英化 他精英化之后 他就获得了特权 他这个速度 甚至比那些老革命还要快 但是这不是全部 也可能是一部分 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要 新的造反派 再来造老造反派的反 这又成了一个周期率了 这是个 我觉得这对文革的两个大问题 我想请求一下 钱老师 这个 我丝毫对不起 对我也没有很大的信心 谢谢 其实我很赞同你的看法 就是说 毛主席自己对文革的定性 他说是一场认真的演习 他不认为我这个理论很纯熟 或者实践很纯熟 演习 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发现我们的战斗力走职 后勤保障 通廉各个方面有什么问题 是吧 用这些东西来检验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 文革确实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谁来推动 这个确实是 就是说这个是空前绝后的 没有毛这样一个人 文革大概搞不成 同时从反面来说 文革的推动力始终是存在的 没有那些反动派的腐朽或堕落 那么造反派的力量是永远不会有的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说 这当然是官方贼疑也这么说 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 但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在8月份 1966年8月份之前介入认动的那个程度 是很浅的 基本上没有发言说我支持谁反对谁 那么当时就是文革 后来成为文革基本的两派力量 都已经形成了 因为刘少奇他们派工作走下去以后 在在那个清华也好 在北大也好 把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 那么这极其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的反感和不满 那么这些受打击的人和他们的同情者 包括就说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有正义感的人 后来就成为造反派 那么这个造反派实际上 我把它称为反向动人 因为这些反动派也特反动 干了事特不得人心 所以就说很多人就跳出来了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他为了打击这些人 他们派了工作走 派了那些人 然后走自了自己的那种 马屁精士的积极分子 这个当时叫多寿派 那么这个多寿派也形成了 那么多寿派或受打击 及其同情者走成了少寿派的对立 实际上在整个文革世界一直没有变 那么当然多寿派的背后是当传派 对吧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来 这一部分动力永远在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来 叫做文革不是毛主席发动的 毛主席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他如果没有毛主席 那个少寿派 信手就被他们当着反革命 当着右派 当着那个鱿鱼 当着干扰因素 一下子就打击下去了 基本上 基本上还谈不上打击下去 就说这些人还没有敢翻身 但是头已经 脑壳上已经挨一钻头了 像鲁兴现在说的 未敢翻身已碰头 是吧 是这个状况 那么毛主席对文革的巨大贡献 他跟中央文革一屁股坐在 那个受打击的少寿派 这个方面 让这些人能走着起来 跟对方形成博弈 而且这种博弈 毛老人家没死 那个博弈就一致成战 那怕叫做造反派这边始终是弱势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叫做真正把文革推向前进的是谁 是反文革派 是国际当团派 集齐他们支持的操纵的保守派 你想文革就非常清楚 在武汉的话 北京和上海的文革实际上是不典型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这两个地方的保守派 就是很快的稀里哗啦 就上火了 上摊子了 但武汉不是这样 武汉的那个保守派 十年一直是很强大的 它跟造反派博弈一定是存在的 而且从武汉看 就说从66年开始到76年抓盛邦以后 还有两人镇咬造反派 一共有八人 就镇咬造反派的那个过程 在十年里面 所以造反派反对什么 支持什么 提什么口号 始终是跟当传派和保守派 对它的打击成正比的 而且也是针对这些东西的 比方说像66年那个五月到八月 这一段工作走 把很多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 像许海亮老师 我们很熟悉 许海亮老师就是 当时武汉水地电力学院的 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之一 那么那么这些人 在八月份的时候出台了十六条 然后有毛主义他们的支持 就走自自己的组织叫洪水 叫那个井冈山冰潭 就起来跟那些对抗 那么后来那个一月 一月多船之后 有个二月逆流 尊队就把这些造品派 镇压了 镇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造品派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平反 要放人 把我们的同志放出来 你污蔑我们是反革命 是国民党还想谈 要为这个平反 要为我们贵父名誉 对吧 那么这是第二阶段 那么到后来那个 到六七年四月份以后 那武汉形成白管熊 是这样一个激干明明走之 正要造反派 那么这个事情 造反派主要的目的 就是走自起来 要抗暴 反抗暴力 那么当时造反派变得 你叫做文公武卫 文公武守 还是文公武功 最激进的派别是文公武功 江青后来肯定的口号 叫文公武卫 是在他们这种中间派观点 最消极的是文公武守 守不住就跑 是这种 那么他每一人到后来 每一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文革永远有动力 所以文革能搞起来 不是毛泽东发动的 而是反派怎么压迫 按毛泽东提的那个 鱼入提的公司 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反抗 是吧 老百姓为什么要走起来 搞政治活动呢 要搞反抗 就因为总是这个压迫营收 总是在那儿起足 是这个样子 那么仅仅有这个确实不够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 这个反抗力量很容易被镇压下去 那么最后就是按历史循环那样来 总有一天你镇压不下去的时候 那么就暴力革命了 最后清盘了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现在没有毛泽东呢 可能可能可能只能消极 往那个方向走了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你说到的 造反之后的那个精英化的问题 这个确实比你说的还要严重一点 就是说不要说造反成功 就造反没成功 你成为一股有走资的力量 成为半制度化 比方说你成为一个政党 这里面就成了很严重的腐化堕落 像马克思英格斯他们亲自指导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世界上第一个有非常大的那个力量的 那个社会主义政党 那么这个政党就首先出了修正主义 那么有一个德国学者叫 罗伯特米歇尔斯 他写了一本书叫 《寡头统治铁律》 这本书就是讲 德国社会民主党 怎么腐化堕落的 怎么修正主义怎么出的 我们在毛时代就说 讲修正主义讲 毛主席也提到 那个德国社会民主党 后来堕落了变修正了 但是我们都没有足够的信心 知道那个 他到底是怎么堕落的 他到底是什么修正的 但是基地是什么我们不清楚 后来这本书 2005年才翻译成中文 他软文是用德文写成的 他后来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他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 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 成为一股力量了以后 在德国内部有很大的影响 他已经能够给正传 跟资本家全体进行博弈了 到了这个地步了以后 马上就变成一个问题 他对那个资本家真有威胁了 那么真有威胁了以后 就变成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 因为别人掌握着尊队 掌握着那个正传 如果别人打算把你的党魁抓起来坐牢 把你送上刑场枪毙 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那么这个事情 虽然德国政府没有干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高层的那些人 就信手了解到这个力量对比的不利 那么迅速的他们就把马克思的学术改掉了 本当我成立社会民主党 就是领导工人搞有所知的政治斗争的 目的就是要推动整个社会 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 对吧 他要搞这事 但是他后来说 我们不是要搞政治斗争的 不是要推翻这个资本的统治的 我们要干什么 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说了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度的时候 那个资本主义 必然要想被社会主义抵択 那就像个婴儿一样 慢慢长大了以后 这个资本主义长大了 就变社会主义了 他这个伯恩斯坦 就一个具名的论定 就是和平掌域社会主义 是这个概念 那么你看 这个走这份成立的终止目标 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服 要葬送资本主义制度 到他们这儿 为了我们本主义的生成 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这些纲领终止目标 统统都可以牺牲掉 那么修正主义怎么来的 这么来的 所以就是资本派如果是就是 继续承承承下去 成为前立全国性的 就是成为一个政党 也会同样面临那个那样的问题 所以毛老人家说了 不要认为一次性一次 或者两三次三四次文革 就能解决问题 那么它真实的那个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它上面不是说要破事就嘛 旧思想就习惯修封锁 都要破掉 不破掉这些东西的话 永远会产生上面的坏干部 下面的马屁性积极分子 那么这两群人一结合起来 那整个的政治就是异化的 所有人都受到审害的 那么要改变这些东西 就是说一次文革是不够的 那么这个东西 要最终到什么时候解决 我们可以预演一下 可能到若干年以后 比方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 在整个人群里面 就说政气上升 就那个投机分子无视长生 那么这个如果投机分子一出现了 可能就像老鼠各切人人喊党 这个时候叫做下层的 这个可能解决了 那么在官场里面 就是说他进去的也就是那种很积极 很健康的积极分子 踢不到官场里面 然后他本人也能够做 那很健康的正面的引导 那么这样可能就有可能 出现那个真的社会主义民局 真的那个东西 就是说在毛时代出现的 那种政治异化 外干部和毛屁精结合起来 威胁到多少人的这种状态 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但这个东西确实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我们这是软者性的展望 怎么做的 这个是不清楚的 好 谢谢 老师你好 我是北京的杨给强 主要是做IT工作 今天下午我们谈了一些农业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您 就是因为我破缺 破解我国的这个三农业问题 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什么设想 另外就比如说那个公民 就是说主要是让他们进入城市 什么城市呢 还是说是主要是在当地 然后走进了合作化的这种行为 就是应该是平衡 就是这种关系 另外就是最近提出了 关于那个农村土地 那个流转的 就是说有一个政策就是说 以后农民可以不经政府整理 直接作为市场主 跟开放商来谈价格 然后卖地 能不能就是说这种做法 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这个做法到底行不行 就是说 是不是这种能把农民的比 最大起来 这个关于土地流转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是极度危险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下去了以后 非常可能出现的见况 是那个传理和资本结合 强制分离农民和土地 这可能呢出现的一种这种状况 就是城市的资本下乡 然后跟本地的权力结合起来 把农民 不管它是自然还是非自然 也可能就是说 像城市撤签一样 有合作会介入 强制分离农民和土地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等同于 扶置那个革命前的那种 地主和农民对立的社会结构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这个政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只有负面意义 而且也叫做农民也不可能得益 真正可以得益的是什么 就是成交 准备那个发展房地产 那个区位优势的这种农民 能够一次性卖点钱出来 那么而且对这些农民本身的 生活和生产也没有积极意义 这个我在我90年前后 在深圳打工看得很清楚 像深圳有个向西城 叫做国贸背后那个地方 他那些农民基本上每个人有一栋楼 叫做四层自己住一层 然后三层出租 那个时候大概一层能租2500块钱 那么农民的家里也是一谈招 那个农民那个 那个妇女就没什么事做 他们还还算是还比较健康的生活 打脸牌有点来往 男的就乱七八糟啊 比方包二来来搞这一名 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搞这些 对农民来说不算是很好的那个进步 就算他钱多了 他没有那个正常的那个生活 正常的那个生产过程 他他已经完全脱离于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之外 他变成一个单纯的那个地州实力者阶层 对他们的整个人我觉得是非常忽悄 如果叫投票 我相信像医生的妇女肯定都反对这个 男的可能中间有一些人是支持这个的 那么对农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三农来说 我觉得一个很重大的那个错误 就是说等到农民那个城市化和工业化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就是毛时代 那种人民公司三起体制 还是很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比方说像毛时代那么穷 人家那个收入水平那么低 马上就可以免费教育免费医疗 如果我们今天合作合作化在大队一级 马上可以恢复那个 马上可以到实现那个免费的 常见病多发病那个医疗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水平比毛时代可以高 高明很多倍 因为整个网络到这个程度 我完全可以就是说在北京呢 或者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里面 集中一些那个技术力量 是吧那个医生在通过网络进行软程咨询 是吧 那农民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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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水平 马上可以提到很高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一个农村比较大的问题是 投地这么稀缺的资源 我们中国那么多人口 投地那么少 但是大量被闲置 你想我老家湖北齐春县 就是种水稻的地区 那么阮南毛时代是普遍的种水 双季道 现在双季道改单季道 单季道中间 现在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田地被抛方 然后水田改旱田 这个东西最后是总统合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么稀缺的土地资源 但是就被大量的那种低效的 或者无效的利用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 整个农民认为好生活的标准已经提高了 这个标准搞到什么程度 在农村靠种田的话已经争不够 这么一笔钱来维护 来维持他们愿意接受的那个生活水平 大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一年打工 打工多了以后 而且这一年劳动力胆缺工资有所上升 那么这样人的城市 他可能一年能挣2万块钱3万块钱 那么他在农村种田的话 用传统方式挣田 他可能只能总5毛6毛 那可能只有三五千块钱 那么这样就是农村完全待不住 然后城市的大的收入回去了以后 他把很多面子跟实际的生活的那个实质性内容 没关系的东西都推高了 比方说做到房子做栋房子可能要二三十万 在农村种田你怎么都争不够这一道房子 那么最后的变成的结果就是说 这种面子竞争的那些开支越来越大 比方说像一个很亲的那种儿女亲家送礼送人情 就可能上万 这个就农民要种田的话完全解除不了 那么这些东西最后的综合作用就是让农民在老家待不住 待不住他就要出去打工 出去打工我们知道那个农民也是非常凄惨的 就在那个澎湖或者什么样 父母不在没办法年老的父母没办法照顾 儿子也放到老家夫妻也不在一块是吧 他这个这个无形的省值也非常大 对农民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限制 但是没有办法大的那个经济压力出来 那么真正真正现在回去了 如果原来的大队和生产队还在的话 我倒是觉得有很好的出路 比方说像我们的生产队 人增就是有一毛多水田 还有几分三地 那么如果生产队还在 我在山上种上水果 农民 我不需要向市场卖 因为我们的地方离市场很远 可能卖不出去 农民可以吃 然后你农生的结杆农民现在不烧 就浪费掉了 如果做如果经过养牛养羊朝气 这么怀田的话 再怀田的话 那么那投地可能那个肥力还在上升 化肥的需要量下降 而且那个产量还不减产 那么同时就是说农民那个吃肉的东西 也可以多了 那么就算我们的政府财政转移 对农民的扶持不再提高力度 就是说农民的那个生活 我觉得也还是勉强可以接受 如果要求不高的人 我相信也愿意去了 那最后农民就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说在生产队规模上进行活着的话 就是说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可以用机械是吧 然后就说我们有水果吃的 然后肉也可以吃的比较多 饭吃饱 当然很早就不是问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生活我相信很多人愿意过 就每年干两个月活 其他就空闲着怎么会行 然后就说现在的整个的那个农村基础设施 确实很好了 比如说那个水泥路销到每个层子里去 然后水井来电了 那个通信来也基本上跟城市拉平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住在农村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就不需要把农民都转移到城市里出来 就我本人而言 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到老家去 我觉得老家做一种生存方式的话 就是老家的那种人际关系比城市友好 反正我们这些人 我们都很我们城市里的人 我都很认识很熟悉 肯定不会有有很粗暴的对待我 或者很不讲理的人了 这个很没有 但城市就就很难说了 比如说那城市有很多很强势的人 他爸是立冈 还有可能他爸是王室 是吧 有钱有船 那这种我觉得很受不了 但是农村肯定没有这些问题 亲情友情 那种邻居关系 这是比较友好的这种关系 对吧 那么同时你想想看 毛时代那个干部我现在回忆 那也是确实是比较友好的 基本上他那种跟群众相取的方法 基本上也是乡亲们之间相互相取的这种方法 那么这种传理也很友好 那怎么不行呢 非要那个像城市很很僵硬的 你听不听不听 我就开取你 我扣你工资 那这种什么 这种这传理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那么从整体上看 农业实际上也还是一种文明 农村也是一种文明 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合作体制的话 我能够把现代技术给生产生活的改进 那种空间 潜力给拿下去的话 把它实现的话 农民不见得不能接受 那么那么整体上看 就是因为人争土力很少 你要他有很多钱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生活各个方面 意识俱行 生脑病史 教育医疗 这都能应付过去 这是有解决方案的 不需要很多钱 那么核心问题 就只要把农民的开支降下去 开支降下去 就是政府也好 或者什么 对农民的生活 这些要介入力 要用人力介入来影响 像毛时代经常讲一封一书 那个时候那个 那个比方结婚 结放前是用轿子的 那么这当然也是个成本 那就不认结亲的时候 不认结新娘子 不认用轿子 那么当时就没有用轿子 半久不认超过多少道菜 那这个也是个很大的节省 然后送礼不认超过什么数字 那么这样的面子竞争的一些东西 都慢慢降下去了 现在这种面子竞争 乐性发展到现在 就是农民都成为很大的负担 就是我认识一个人 何雪峰教授 他华中科技大学的 他在荷兰调查的时候 发现农民呢 就是说竞争 有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住房子 你住的比我高 我住的比你高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把房子那个净空 坐五米多高 那个农民呢 就感到很恐怖说 这个房子就不稳 就围坑倒了 就说这个政府要介入 不能再允许这样 要规定一层的 不准超过多少 这个最后变成 所有人的一个负担了 所以这些东西 也要有能力介入 那么这个东西在毛时代 是没有问题 有能力介入的 那么整体上看 我觉得就是农民的生活 在活着层面 可以把生产条件 改善很多 然后把那个福利 像特别是教育和医疗 完全可以免费 这毛时代做到 我们今天能做得更好 像今天国家财政 还比较充裕 可以向农民转移 对吧 这个里面就完全可以 把农民的机械化和医疗 这一部分完全承担起来 但是条件就是 有些基本性的东西 必须否决 医疗和医生 医疗机构和医生 必须非商业化 就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必须像毛时代那样 你拿一个公平的 哪怕比普通人多一点 多一倍啊 或者多少 这都是可以的 你只能拿那么多 再多是不允许的 如果是允许他盈利的话 这就成了无底洞 这也不要说农政 在城市 很多城市 都是一个很承证的负担 叫做这个医保 就是个很承证的负担 不要说我们国家 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 每一期保 都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核心问题就是 医疗机构的商业化 以地人物的目标 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无底洞 所以受不了 所以这个东西 第一个必须把这个东西 市场化和商业化的 那个彻底复立掉 第二个就是说 确实那个正传的 必须沉重化 干部必须农民工化 而且也就是说 就是要从农民本身中间 提拔干部 就是以农带干的这种性质 还是得坚持 如果你派那些很遥远的那些人 去大学生也好 什么也好 对当地情况不了解 对农民对他的评价 也不在乎的这些人当干部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你像现在资本想象中 很容易跟资本结合起来 审害农民的利益 你不要说外地去的 本地的干部都干这事 他为什么干这事 他大的干部到县城去做个房子 我不跟你再住在一起 你反正我反正我有什么用 我去了我去县城了以后 你不知道我住在哪个葫芦里面 你找不到我 他公社的干部现在在县里的干部 到省里面去造房子 都变成这个样子 就完全没有办法监控了 毛时代那个舆论监控 还是很厉害的 那个熟人社区里面相互熟悉的 那些收纸白衣 父老相信监控的 还是其中 那么这个东西也必须要解决 那换句话来说 要复辟那个毛时代的制度 为多数人提供出路 即使收入不高 我的生活也可以 生活质量也很高 那么必须有两个方面 就是说要从根本上要逆转 一个是像医疗机构为代表的 这种非商业化必须要搞 第二个干部的那个必须承重化 不能像现在这种专业化 那种制度化或者说怎么样的 这种东西对多数人是个很大的审核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看 农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 有走资的地主那种利益集团 对我们的政策有影响 但是要恢复从前就否定我们 现在改革的基本逻辑 一个市场化逻辑 一个在政府里面的那个专业化逻辑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 两个大的认识障碍 我觉得大部分是这个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来自江西的印记毕业生 然后学的是经济 然后看到那个田老师您就是 主要是研究计划经济这一方面的 然后我就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宣传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因为就是我还有一些我的朋友做过调查 就是一些人就是过去 就经历过那个文化大农定大跃进的 他们一些人还有青年都被蒙蔽了 就觉得计划经济不好 然后什么效益低下之类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我觉得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就不是老是不断的澄清历史啊 就是说以前我们的那个计划经济 是多么多么的有效啊 就是其实那个 就是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后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现在的经济现状 还有制度出发 来制定一个具有展望性的 未来的计划经济体制 然后就是它必须有一个很清晰的细节 这种这种换案 作为一个宣传工具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行性 或者说就是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方案 然后因为我的那个阅历比较浅 它的资料比较少 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就是一个是可行性 还有就是有这种资料的话 给我介绍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说计划经济时代被央模化很厉害 比方说现在那个说计划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那些那些人那就是基本上下说 包括像高尚前这些人 他是非常清楚计划经济的 他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有非常高的地位 而且很了解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从自己来的需要出发下说 你看我们我们作为设计国家经济的主要一个特点 叫计划经济 对不对 我们八十年代开始盛世修制 修党地方制各方面的时候 没有就吹一本计划经济那个制 是吧 当在中国的经济计划 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非常搞笑 像我访问那个刘二昕老师的时候 他说高尚前他们编 《当代中国的经济》这本书 竟然没有计划经济这一张 后来是那个胡乔默和邓丽泉两个人讲 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 你写《当代中国的经济》 计划经济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也有个说明吧 就这样才强行插一张进去 就是《当代中国的经济计划》 那么在这个里面 你说的这个内容就是实际上我的理解 就是要重新写一本毛时代的经济史 或者说计划经济史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但是确实没有 现在写的比较多的 像胡安刚这些人写的 有一个代表吧 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经济史说 市场化程度提高多少 有一个比例有个图票 然后跟今天的这个推崇的这些细节 比如说石油化程度 这些市场化程度 各种生产要素的那种流转程度 就用这一系列的图表来构建 那么毛时代这些东西都低 然后就说它的效率也不行 那么反过来就是毛时代 确实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 比如说效率发展速度 各个方面都是有明确记载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将我们说的 毛时代很多的那个福利 其实解决的很好 当然水平比较低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没有进入那个 经济计算的 比方说像那个 胡宫廷生老师 我记得他以前经常讲 现在不讲了 说毛时代 整个全国的那个卫生费用 卫生经费是300亿人民币 现在我们整个卫生行业 医疗卫生行业的GDP是7000亿 我们是到底要那个300亿时候的那个 钱名保健呢 还是要现在的7000亿的GDP 这7000亿GDP 覆盖人口不超过15% 它就是这个 这个巨大的差别在这里 所以要做这个里面 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说的 我也很同意 就是没有很好的认识那个时代的框架 虽然很多老工人也好 老干部也好 他对那个时代不完全反感 他也没有那个框架来认识那个时代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很好的 把他的经验上成一个很坚定的 不不轻易受别人的言论左右的 这么个理性认识 没有 有一个笑话 就是柯晓峰讲到他们老家去调查 说你看我们现在要活着起来 把毛时代修好的那个棒站开动起来 大家收点钱 帮他交点电费 把这个开了以后给我们灌点 这事儿就现在硬是干不成 然后那个 柯晓峰就问他们 你们当时怎么吃那么大的苦 把这个修起来了 农民也没办法解释 那个农民这回头 怎么说 哎呀毛主席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都是很少 就是很傻 就不会记一下 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看法 那那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有待于 今天的那种理论工作者 那种研究者去挖掘 要说的很少也有道理 就在毛时代也基本上一个人的长远利益 整体的 是可以保障可以信赖的 他不需要计较这些东西 那么剩下的东西 剩下的那个就是干活 买到干活 当然他们干活也还是偷点卵 没有说百分之百把这个干活的潜力 都发挥出来 这个是没有错的 那么整体上看呢 就是说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确实需要那个要打一个新的框架 然后用资料就是原来那些资料 那些资料还是还是很多东西能看到 那个当时光灰灿烂的一面 这个是没错的 现在很多左派就是说 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像空静东 我认为空静东 之所以变成左派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在国营企业的 道让里面长到的 他在里面的传利 对里面的福利 对里面的人际关系的高度肯定 那么他就天然不会同意 你说毛时代是个专制社会 我感觉他不是这个样子 你说那个时候怎么不好 但是我觉得跟你们说的不同啊 感受不一样啊 那么这个经验是有的 怎么把这个经验激活 这确实是需要努力的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想再补充一下 我的意思是就是 不要不断地澄清那个历史 就是说我们过去那个就是效率很高啊 明白你的意思 对 我想起来你说的一些资料 现在这些很集中的资料没有 框架性的也没有 如果读书的话 我觉得倒是有这样的材料值得一读 就是说当代中国重书里面 就是说当时是每个行业是有一本的 比方说钢铁行业 它就是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 当代中国的那个医疗卫生事业 这个书里面 这样的书里面 就是说的可能有几十上百本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整个的脉络 那基本上算是应该算是第一手资料 就是当年局管这些部门的人 他们来写的 那么这些部门里面 他有很多评价 当然也是根据80年代以后的标准做出来了 但是你看到整个认动的那个 那个进步和 和问题出现的那个过程 进步取得的过程 还是能够形成很多认识的 我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毛时代的资本和劳动 我觉得也也不是很满意 但是大体上我觉得两个问题说清楚了 毛时代的主要的制度优势 第一他就是把整个社会的潜力 那个投资工业投资工业的潜力挖掘去来了 第二个他把我们国家那么大的人口 都带到那个经济活动过程中间来 充分的利用了生育劳动力来加快我们的速度 那么这个背后就是有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正传 对吧 这两点我是高度肯定的 而且就是说如果让资本家来做 他要做同样的事情 他也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但是资本家就没有毛时代的政府那种 那种那种号召力那种动然能力了 对吧 它的效果就差一些 然后我也讲到就是说我研究文革的时候 是高度否定那个官场的在政治上经济上的 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那种那种 那种腐朽和堕落的表现的 这个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经济上 我对毛时代那个干部存体那个制度的潜力还是高度肯定的 而且现在看是不可超越的 然后就是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 那个那个不健康的那个否定的层面也是很严重的 然而我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觉得毛时代 其实他不可以不用不用搞那么快 那么整个社会关系就不会有那么紧张 后来看到后来的那干部的腐朽堕落的那个状况 那个速度确实感觉到必须快 要要要要比他们彻底腐朽 要要要等于赛跑一样 要比干部彻底腐朽堕落这个速度更快的 把已有的那个能做的事情做完 如果这个做不完的话 可能就是说毛时代的那个整个要实现的 那边要初步期限的国民经济体系 这个最基础性的目标都达不到 所以内部的否定因素那个成长的也是非常快的 确实是有个赛跑的问题 那么那么把这两个因素看起来就是说 毛老人家在经济上很急 现在看来也很有道理 跟他政治上对这个否定 我们这个官僚队伍的否定因素 负面因素的成长速度的一个判断 他有个明显的判断 那么我们在经济上必须快于后一个速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 当然他就搞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大要进 那当然大要进后了 搞成那个样子很复杀很堕落 那彻底暴露了 是吧 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他们那个状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觉得毛时代很多东西 叫做很多制度的潜力还是有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农村 农民就算不需要很多钱 他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 目的是什么呢 叫我们我们集中起来 帮我们必须的那些开支 非货币化 按需分配 只要我们能生产出来 我就按需分配 是吧 然后我们把那个面子竞争 跟实质性的福利改进 没有影响的那些东西 我可以把它彻底降下了 比如请客送礼 比如说做房子做的一个比一个高 这个没有必要的 我彻底把它降下了 然后就是我觉得到这个阶段 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城市过得很好 就农民我觉得很多人也可以接受 像我如果如果是农村 还有那种活着的话 我愿意回去当个农民的 没有什么问题 我当个拖脑技手 每年干两个月是吧 其余十个月很很空闲 然后医师住行没有问题 小孩的那个那个教育医疗 生长病史都没有什么优利 这这已经可以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 是吧 这个我相信就很相当大一个 一部分要求不高的人 就已经满足了 那么农业是实际上人均自然消耗水平 最低的一个一个区域 一个行业 那么在城市里当然可以过得更好 那么如果是毛时代动作体制还在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前面就业 然后每周干两个两个星期两天的活 有什么不行的是吧 你要喜欢搞认动的话 我们要大把时间大把人力搞认动 毛主席没有生产到今天 要生产到今天 这个我们今天的机械电力电子行业 这么发达 我们全国全民都都参加那个工作的话 可以大量的那个时间腾出来 搞政治认动 没有任何问题 不影响生产 完全不影响那个国家的那个工作业生产 是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 制度的潜力还是很重要的 当时那个搞得不好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那批干部 现在再回头来看 像谭正林这些人要求他们 在思想上政治上 给全国民众提供一个很宽松的环境 确实超过了他们的那个认识水平 他们认为不必要 毛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他们认为不必要 毛认为要不你不干的话 我发动沉重来霹雳 那他们就坚决地给民众 站在这里面去反抗 那么从整个意义上看来 就是说那一代干部 他们搞经济建设走第一步 我高度肯定他 那么在政治上 那个思想上的进步 完成需要新一代人 我原来访问那个 北京超车厂的那个李平书记 他他有一个看法 他就说真的社会主义 所以还是要有觉悟的 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来掌 来掌舵才行 像大量的那个毛死的那些干部 就是没有文化 就是从农村过来 他们只看过 旧时代是怎么管人的 他大量的腐朽的很低级的东西就出来 他举到一个例子 就说在50年来 那个企业里面 很多那些那些老干部 那个有的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 就说骂人 动不动说话带渣子 最后形成一个风气 这个单位里面 当干部的不骂人还不行 那些大学生 那些大学生分校去了以后 也跟着这些人学 说话带渣子骂人 他讲到这个 所以社会主义 在毛时代搞成那个样子 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这一代人 每一代人有自己的局限 如果今天再搞社会主义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像我们国家现在整体的文化教育 水平那么高 到大学教育的比例那么高 这个现在再搞的话 我觉得可以搞到一个 既有政治和世界上的民举和宽松 同时也有经济上的高效力 让前面都感到比较愉快 比较宽松的 这个好的社会主义出来 但是这就要求 形成新的共识 对历史的经验要重新总结 对未来的展望 包括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 这些关键的社会科学 还有现在框架来创新 我是这个看法 好 谢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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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